你给你父母脸上真是抹黑啊 现场我几乎所有人产生于人的本能 都想一口唾沫把你淹死 你自己不会挣钱吗 没钱花不会脚下里要吗 他的钱打水漂来的吗 真的太扯了 我只想说真的是够了 视频中这个男人名叫小赵 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 竟惹得嘉宾老师们轮番怒对呢 事情经过还要从女友小李那里得知 有个女的给我打电话说 他已经跟他在一起一年了 你别听他瞎说好吗 我怎么就听他瞎说了 他把你俩的亲密合照都发给我了 我是受害者 我是被他逼的 你怎么就是受害者 我看你跟他的照片挺甜蜜 挺高兴的呀 如果他不威胁我 我也不会 如果你跟他没有事情 他拿什么威胁你 他说要顾问我们这件关系 我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受伤害 他说你把我给你所有的钱 你都花在那女人身上 其实小李和男友小赵恋爱已有六年的时间 也为大学是异地恋的缘故 男友小赵经常以各种借口向小李要钱花 于是为了满足男友的要求 小李就利用可余时间拼命做兼职挣钱 就连家里给他寄来的生活费也都省下来交给男友 就这样他们度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 后来在父母的安排下 两人打算步入婚姻的殿堂 可就在临近婚期时 小李竟发现另外一个女人的存在 伤心欲绝下 小李决定和男友小赵分手 可小赵为了不失去这个提款积极忙找上节目组 刚一上台 女友小李就气愤地控诉起男友的无耻行为 你都把我这些钱都花在那女人身上 你说你在北京花销高 要学车 要五千块钱 说公司里边要买西装 不买不行 我原意我是想做这业 我是想学车 家里边人也都认识 家里边人都希望我们两个能在一起 大学到现在我们已经谈恋爱有六年了 大学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异地恋 大学毕业之后 他就留在北京工作了 前两天他突然说要从北京辞职回来 在家里边工作 当时我特别的高兴 因为家里边的人也希望我们就马上结婚 可是没想到突然有个女的给我打电话 说他已经跟他在一起一年了 据小李所说 自己和男友小赵从小就是青梅竹马 他也自幼就对男友放心安徐 后来在两家人的不断撮合下 两人便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 本以为他们大学毕业就能结婚 但男友却以工作为由暂时留在了北京 就在不久之前 男友突然和自己说要回老家发展 小李本以为男友终于要回家和自己安心过日子了 这也让他的内心感到无比欣喜 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 让他顿时如同坠到了冰窟窿一般 而这个电话正是来自于男友的外人 他在电话中不断地挑衅着小李 恼羞成目地指责小李抢走了他的男朋友 那么对于这件事 小赵又会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你别听他瞎说好吗 我怎么就听他瞎说了 他把你俩的亲密合照都发给我了 我是受害者 我是被他逼的 你怎么就是受害者 我看你跟他的照片挺甜蜜挺高兴的呀 如果他不威胁我我也不会 如果你跟他没有事情 他拿什么威胁你 他说要顾在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受伤害 他说你把我给你所有的钱 都花在那女人身上 你真的是太伤我了 继续怎么着也有七八万吧 刚听到女友小李的话 小赵就着急忙慌地为自己辩解了起来 反复强调自己才是受害者 都是那个女人在威胁自己 小赵的话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两人都已经有了亲密照片 这时他在狡辩就更显欲盖弥章了 而且换句话来说 倘若他真的和那个女人没有任何关系的话 那别人又拿什么来威胁他呢 小李进一步表示 他从小就对男友说的话深信不疑 所以每当男友说北京花销糕 或者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 自己都会毫不犹豫地掏药包 可他却没想到 男友竟拿着自己的辛苦钱在外边养女人 甚至还想管他要钱出去租房子住 原来就是为了给自己和那个女人搭一个爱潮嘛 看到场上的两人吵得越发不可开交 主持人赶忙劝解起了他们 接着便问了两人几个问题 我慢慢问好不好 刚才我已经听出了这个里面的很多端倪了 青梅竹马算是是吧 对 是高中谈恋爱还是大学谈的恋爱 高中毕业之后 大学在一所学校吗 不在是异地恋 谁追的谁啊 是他追的你还是你追的 家里边的人都希望我们在一起 然后他就同意跟我在一起 是因为家里的人希望你们在一起 对当时能跟他在一起 我特别高兴 因为从小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特别优秀 等于你从小就暗恋他 是吧 后来你说他读大学的时候你对他特别好 是吧 对 因为他做了一些什么呀 两人一体恋 一开始他就冲我要钱 说让我给他冲话费什么的 一二百块钱 然后我二话没说都给他冲了 你知道我在北京那儿 我开校高 你总是有理由 那北京花校多高啊 那时候就已经跟那女人在一起了 我没有 我是大学毕业完之后才跟他在一起的 你别老扯到他的身上 小赵的话音刚落 全场的观众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原来他是大学毕业之后才有的外遇 感情在大学里还清白过几年 他自己做了这么丢人现眼的事 居然还有连理直气壮的纠正时间 不得不让人感叹 小赵还真是一边厚脸皮一边不要脸呢 而就在此时 他还在试图为自己变白 声称是被那个女人给纠缠上的 但是既然小赵大学的时候并没有外遇 那他又为什么需要花那么多的钱呢 主持人替我们问出了这个问题 大学的时候你就花人家钱是吗 因为大学的时候 我从小就花钱大手大手 家里够我的钱不够我用的 然后呢 我觉得我跟他谈恋了 谈好几年了 我说就向他借钱 你等于大学的时候 姑娘就给他钱是吧 对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他钱 听到主持人的问题 小赵坦言 也为他从小花钱大手大脚 家里人给的生活费远远不够自己挥霍 他便把想法打到了女友身上 而恰巧小李也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 男友的三两句话 就能把他迷得五迷三道 乖乖地上交自己手里的钱 说到这里不免让人疑惑起来 同样都是没有经济能力的大学生 小李又怎么有足够的钱 满足男友的挥金如土呢 连周六日都出去玩 我出去给人家做兼职 当促销员 有时候还给人家端盘子 我都是为了能多挣点钱 给他打过去 为了能多打点钱 我去给人家做发模 从高中开始留那么长的头发 三天给我头上染了七八个颜色 我头发从来都不烫不染的 我也很心痛 就是为了给你多挣点钱 我剪掉那么长一大截的头发 我这不回来了吗 我人工那个女人了 我回来了这不是 回想起自己曾经的经历 在结合如今男友背叛自己的事实 小李打心眼里替自己感到不值 同学们都趁着美好的大学光阴 去揽遍广阔天地 而自己只能一天做好几份兼职 每天早出晚归累死累活 这么拼命都是为了能多给男友挣一点钱 好让他的生活过得更滋润一点 甚至有时就连室友邀请自己出去玩 他都因为害怕花费太高不得已婉拒了 可即便他已经如此掏心掏肺 男友还是背叛了自己 听到这里 就连主持人都不斤声起起来 表示忍不住手养祥给小赵一巴掌 但小赵却一直重复自己是被强迫的 那么他又会如何解释这件事情呢 你说怎么回事 要不是喝醉酒我也不想伤害他 停 跟谁喝醉酒伤害了谁 他总是跟一些男男女出去玩闹喝酒 你自己挣钱了吗 我有工作 你好好说话行吗 你个大男人都哭嘻赖嘞干什么呀 头抬起来 自己挣钱吗 挣钱之后还花他的钱吗 我在北京花销高 那点钱根本就不够我用的 那别人是怎么够的呢 怎么你就不够呢 花了你多少钱七八万是吧 刚才说 对 每个月都要寄是吧 对我每个月一发工资 我就想起来给他打钱 怎么跟那女的在一起的呢 我也是被逼无奈 怎么被逼的 我当时我就控制不住自己 看到小赵那个窝囊废的样子 主持人都忍不住斥责的 而即便主持人已经问了好几遍 小赵却还在试图掩盖事情的真相 多次避重就轻表示不是自己的错 眼见男友还在撇清关系 小李不禁为自己肃起了委屈 他说他半夜渴了 饿了 你跑三条街给他买吃的买喝的 你什么时候这样对过我呀 我知道我也很对不起你 六年了 你给我买过一件礼物吗 我不是从北京回来了吗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我知道我做错事情了 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有时候我过生日 我自己给我自己买一件礼物 告诉父母 说这是他给我买的 我生病给他打电话 想让他回来看看我 反正他总是说他忙他忙 真不知道 眼前这个男人到底有什么魔力 竟然能让小李如此鬼迷心窍 他全程低着头 不敢直视女友的眼睛 像一只老鼠那样 随时准备编造下一个谎言 难道小李的脑子有什么问题吗 竟然会看上这么一个男人 现在竟还舔着脸说自己知道错了 希望女友给他一个机会 感情他根本就没有一点羞耻之心 听到这里 主持人问小李的 是怎么发现男友和别的女人有关系的 就是有一天 他从北京回来 在家里边 然后我就去他家去找他 他当时正在洗手间 他手机就突然就响了 我就想把手机拿给他 但是他立马就冲过来 把我手机给抢走了 把我推到了沙发上 平时 平时我去北京去找他 他都不让 他说他要在外面租房子住 然后我就说 我去帮忙 给他收拾收拾家什么 因为他从来他都不会收拾家 然后他也来这说 他自己收拾就行 不让我去 房租谁付啊 我付 拜年六千多 面对主持人的问题 小李表示 因为男友不仅几次三番阻拦自己去他住的地方 更是因为自己拿了他的手机就直接上手抢夺 这很难不让他起了疑心 怀疑男友是否在外边有了别的女人 不仅如此 即使男友已经工作有薪水了 还多次伸手朝自己要钱 接着小李就说起了男友编造谎言的事 有一次他说他朋友出车祸了 跟我要两万块钱 还有一次说公司里边交什么保证金要一万块钱 我不是没有办法吗 我当时想都没想 我想都没想 我都给他打过去了 哎 你那钱拿去干嘛去了 说 我没有 你拿去干嘛去了吗 那你的威胁我让我给他买东西 不买 他要公开 他威胁你 他怎么就威胁你呢 你是不是给他买了个包一万块钱 他公开我们今天 一万块钱 那是我几个月的工资啊 小李十分生气的说道 男友动不动就拿各种理由 欺骗自己让给他掏钱 而且每次还都是几万几万的药 不知道的还以为小李是养了个儿子 不管怎样也不能傻道上赶着让人骗吧 而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 男友竟然拿自己的工资 去给那个女人买一万块的包 他整天省吃俭用好不容易 积攒下来的积蓄 本想用在两人昏房的装修上 却全都被男友骗去取悦别的女人 小李感觉自己仿佛是世界上最冤的冤大头 这个时候 主持人再次质问起了小赵 怎么那么怕那女的 那女的是哪的 这些年了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个傻子 你别哭姑娘 你告诉我 你说吧 北京的 在酒吧跟朋友一起喝酒 然后就喝醉酒了 然后我也不想那样 谁知道那女的 她又讹着我了 如果你跟她没什么 你别说话 你别说话 怎么了 你说清楚吧 这个事给大家 然后就跟她在一起之后 她又向我要钱 我也很无奈 我也不想这样 你知道最后 她最后向我要车 我能满足她吗 如果她给你要的不是车呢 我没有 我忍她一年了 我把工作都辞了 我回来想找你 你现在回来就是为了我的钱 我就是你的存值 我没有 我没有这么物质 我知道你 你从小就对我好 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 所以我才回来找你 在主持人的不断追问之下 小赵才吞吞吐吐地道出了事情 原来小赵一有时间 就花着女友的钱出去花天酒地 在一次聚会上喝多了之后 她便和别的女人搞到了一起 可她现在却还在那里假装无故 掉着虚假的眼泪 哀求女友回到自己身边 早知现在又何必当初呢 还假惺惺地说不想让女友受到伤害 好在小李终于认清了眼前这个窝囊废的真面目 明确地表示已经不想再和她有任何关系了 事情发展到这里 一旁的嘉宾老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你自己不会挣钱吗 没钱花不会脚架里要吗 他的钱打水漂来的吗 真的太扯了 我只想说真的是够了 他嘴巴上说错了 但心里并没有真正的悔过 因为从上海到现在 他没有说一句实话让我们听到 我们听到的都是那个女人多么地绑架她 多么狠毒地绑架她 所以一个到现在还在对你撒谎的男人 是绝对没有办法给你 你想要的幸福生活 我没有撒谎 没撒谎是吧 即便嘉宾老师们看穿了她的谎言 小赵还在恬不知耻地否认 看到小赵还是如此的明顽不灵 主持人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证据 请问您和小赵现在是什么关系 我们在一起已经年多了 他对我和好了 给我洗衣服做饭 他就是个骗子 我要什么他都给我买 我的包手机衣服都是他给我买的 他根本就不喜欢他女朋友 说他就跟矿木头一样 就是因为家里的压力才跟他在一起的 这次就是我们闯见来了 他才跑走的 如果你做到了 你可能还能算是一瓶一纳的人 就是把那七八万块钱还给这个女朋友 否则一生都抬不起头了 眼见如此确凿的证据摆在自己面前 小赵终于不再为自己狡辩 羞愧地低下了头 正如曲老师说的那样 小赵如果还保留着基本的人性 就应该把骗的几万块钱还给女友 否则他一生都该被人妥忌 这时一直沉默地图蕾老师 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看上去好像很老实 头始终低着 沟楼的身躯 好像很虔诚 嘴巴里面的话语的态度 老是在承认错误 好像非常诚可 但是那双脚结又小的那个眼神 闪烁几次 飘来飘去的眼神恰恰背叛了你 你眼睛转来转去 证明你在随时盘算着 如何去编下一个话 一直转来转去 手心向上的时候 就像女生要钱恬不知识 手心向下的时候 一把把别人推到沙发上 或者扇在另外一个女人的脸上 你的父母如果看到这一期节目 他们会作何感想 你给你父母脸上真是抹黑啊 现场我几乎所有人产生于人的本能 都想一口唾沫把你淹死 涂磊老师的话总是如此犀利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小赵的虚伪嘴脸 看似他低着头在忏悔自己的过错 实则在费尽心思想着 如何圆自己撒出的话 不知道他的父母是否后悔 生出个这样的儿子来 那么在听完各位老师的话之后 小李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看到小李最终没有选择留下 现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祝愿小李可以早日走出这段恋情 真正找到珍惜他爱护他的那个人 也希望小赵可以像一个男人一样 把自己的欠债都还给小李 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屏幕前的您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积极留言讨论